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五乐凡尘的节目 来到第三讲了 上次刚刚讲完直升机父母 不知今次讲什么呢 直升机父母讲完之后 都是一些热门话题 我们今次打算讲 自安心 还记不记得是什么一回事 郑宇华说 不是买楼才有幸福 就跟青年人讲置业的问题 来了 在明报2010月24日 有一个这样的报道 政府提出先租而后买的自安心的资座房屋计划 好了 在里面有不少的学生 大学生居多 就跟这个郑宇华局长大吐苦水 说他这个自安心计划的力度不足够 当中应该令到大家最吃惊的是什么呢 有一个大学生就说 女朋友说 如果你没买楼就不肯嫁 那究竟是嫁一层楼 还是嫁那个男孩 真是不知道 好了 这个郑宇华局长 其实都好像有点智慧 他都说 建议这个大学生回去和女朋友商量一下 还说 如果你的价值观是 结婚一定要买楼 那你的选择可能就真的少了很多 还有 磨擦就多了很多 在这个治安心计划里面的一些报道 其实里面 其实应该值得我们去深思一下 因为他曾经都说过 如果假设一对情侣 月入大概一万元 每个月将他们人工的10% 存起来 八至十年之后 两个人储蓄大概有二十万 相等于楼价的一时 不过这样应该都一成了 应该够给首期了 应该 好了 其实就说 现在的朋友 年轻人似乎就是不愿意储蓄 不愿意先去挨一段时间 想着大学一毕业 政府就送一层楼给他 好像有这样的感觉 可能有点激进 不过 我不妨和你分享一下 原来在网络上 有些人留言 对于这一段新闻 说什么呢 他就说 第一个 我父母熬了一整二十年才买到一个五百多尺的单位 现在的人一毕业就说 为什么买不到楼 熬都不想熬就想有楼 有没有搞错 三个感叹号 第一个是 第二个 很简单 好吃懒做 什么都指望别人送给他 第三个 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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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下一代都变了一些急功近利 不愿意付出 不愿耕耘 只问收获的人 这个现象 是不是有本末倒置呢 是时候 我又来小故事大反思了 藉着这个故事 我们想说些什么 听着 话说 有一间研究所里面有个介绍 这个教授非常出名 在于算命 有一天 他就很坦白地跟同事说 唉 我哪会算命啊 我只不过是了解人性而已 他就很简单地把同事拉在一边 细细地跟他说 他说 我看你的相就知道你个人过分热心 结果不单止没有好报 还经常因为说话太直 得罪了那些人 你的朋友都是欠了你了 哇 这个同事听到了 喂 教授 很棒啊 这么准的 那 教授就回答他 喂 换了是你 我跟你这么说 你是不是真的立刻拍大腿就说 哇 是的 你真的很准 你也是这么说 你就发觉 人啊 原来现在人普遍都会觉得 人家好像有些东西亏欠了自己 所有东西想成是理所当然 自己不愿意付出 只是问究竟人家有多少东西可以给自己 如果我们不先付出的 就去问人家可以给多少修成自己 似乎对于佛教的恩果观来说 真的不太合逻辑了 唉 又是这样 我们是时候去到另外一个故事了 这个故事非常有趣 是关于港女和现在港男的关系 请大家留意吧 你家有没有三房两厅啊 嗯 没有啊 那车呢 Honda 你有了吧 嗯 都没有啊 不好意思啊 我有些东西要先走 哼 我明明就住在独立别墅的嘛 为什麽要去住只有八百尺三房两厅呢 都神神地 我啊 拿开欧洲法拉里的嘛 为什麽要去拿Honda呢 神经病啊 其实呢 我的东西都不是好刺的 我还可以坐多一会儿 继续喝茶啊 嗯 不过我为了创业 把那间别墅啊 车啊那些全部on了 现在 一个蹦都没有啊 sorry啊 公司急招可以先走了 不过幸好 后来呢 就拿到日本的天使基金 公司可以上市 哦 那议会又刚刚cancel了啊 你需不需要加多杯咖啡啊 嗯 不过你知道啦 IT这一行整天都风起云涌 公司的股又刚刚跌过了招股价 嗯 好似快停牌了 其实我都很忙的 我想我都是先走啦 啊 不过幸好 公司呢 刚刚呢 被微软收购了 我想呢 我现在都有几亿的cash 可以支持我第二次创业 耶 你好衰的 常常都整股人的 听到以上啊 港女呢 相体的对话 你都可以知道 现在的人的价值观就是 里自当头咯 那些什么benz啊 法拉里啊 八百尺啊 那些 不都是这样的东西来的 好明确 里自当头 唉 讲完里自当头 最后我想在这里分享一个小故事 就叫做穷的定义 看看原来价值观是什么一回事呢 有个有钱的爸爸 是不是就是父爸爸 好了 她呢 就跟家人带着个小子呢 去乡下参观 目的呢 就是为了令个小子知道 什么叫做穷 所以呢 她就带了她去一个农村那里度假 实行要她呢 体验一下穷人的生活 小孩子没知 含着金锁是出生的那些呢 全部不知道什么叫穷的 于是呢 她们是一个又穷 又落后的农家里面呢 住了两天 在这个农家里面的小朋友呢 除了要负责喂猪呀 喂鸡呀 还要呢 负责去训练呢 帮手做事的狗 傍晚时分 她们为了省水费 农家的小朋友呢 全部去完这个附近的溪里面洗澡 因为没钱买灯了 又可以省一点电费呢 晚上的时候呢 全家人呢 只是可以在黑妈妈的后院那里聊天 好了 当这个小朋友在农家那里回家 爸爸就问个小孩 你觉得今次的旅程怎么样 小朋友就说 好好啊 爸爸 爸爸再问 你见识到农家人 穷人家 究竟有穷可以去到什么程度 那个小朋友说 我知道了 那爸爸再问 你见到什么呢 那个小朋友回答 我终于见识到我们家里到底有多穷 那个爸爸简直是一颗大汗滴了你颗头 那个小朋友继续说 我们家里只有一只狗 但是呢 他们家里有四只狗 没有啊 他们那四只狗啊 还要是呢 听了那些小朋友说的 叫它行东就行东 行西就行西 又听话又懂事 还有啊 如果可以做到这四只狗的主人 不知多神气 唉 我们家里呢 就只有一个游泳池 还要在花园中间 但是他们啊 有整条溪啊 没有进头啊 他们天天都可以呢 尽情地玩水啊 我们家里呢 只有一个游泳池 我自己一个人入水 还有啊 我们家里的花园呢 一进来的时候有一排路灯 但是啊 我们只有一排而已 那些小朋友啊 有满天的星星 他们满满呢 还可以呢 聊得很开心 一路聊 一路看星星 我在家里又没有人跟我聊天 你看看啊 人家多有钱 我们多穷啊 小朋友说完之后呢 这个父亲竟然无言以对 你想想啊 原来 知足对于人生抱着有积极的态度 你就是应该是最富有的人 我们是时候真是反思一下 如果 你是不是今天有间屋 然后明天就想有车 后天就想有几千万cash 这样下去 我们就贪 贪 贪 最后呢 就失望 失望 失望 最后呢 就是惨 惨 惨 如果人生永远都是利自当头 你呢 就永远都不会满足于现在的现状 试问 你怎会有幸福啊 所以呢 我们从治安心一路发展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 似乎现在的世代 好像有一些比较扭曲的价值观 但是呢 其实我一路以来 无论由第一港开始来到第三港呢 有很多的反思呢 我们都可以听到 现在有些人呢 无论是网上也好 电台也好 都有一些的反思 回应 批评 所以呢 我很相信 如果你会收听这个 悟乐凡尘的节目 你都很可能是一些 你想有一些改变 你不想只是满足于 现在一些这样的利自当头的价值观 你想过得好一点 你想真的得到心里面的喜乐和自在的话呢 是时候作出一些调整 调整一下自己的价值观 调整一下自己看事物的态度 又是啦 欢乐的时光过得特别快 又是时间 说拜拜 拜拜 加油 800 socially 你的话